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车领我游了一天 到这丹东不同的景点 说你看对面就是朝鲜 然后又把我拉到鸭绿江大桥 你看那就是朝鲜 然后又把我拉到明长城的起始点的原址 当然现在建的长城都是新建的了 但是站在长城头上 这小哥们说你看这脚下那边就是朝鲜 我说你领我玩这么一天 只有一个目的偷渡朝鲜 去丹东旅游主要是看朝鲜 我才算明白 他就是当地人 可以过去旅游吧 可以办签证 可以过去 但是你一般咱没办签证的 当地人带你 你主要的兴趣点 你想朝鲜 因为一江之隔 就看朝鲜 看朝鲜 所以我也觉得真是挺好玩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我拿这个手机瞎拍的 鸭绿江大桥 你看这个桥的进处断了 那就是被美军飞机当时炸断的 旁边又修了一座类似的桥 这是中朝两国交通的桥 但是也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比较大的铁架子的建了大概有80%桥段的 是我们建的 但是快到朝鲜那边20%的 也没有这么多的铁架子了 是朝鲜建的 两边建的桥接到一块 你看再下一张照片 你看这就是断桥处 在当年被美军飞机炸断的 鸭绿江大桥 你再看下边 这就指着你 你看 这就是朝鲜 就你站在断桥处 但现在是个景点 看着那边 就是朝鲜 然后还有一张 咱们再看 尤其是这个晚上 你知道那就更有意思了 你在丹东这边看 那真叫灯红酒绿 你知道吧 就是你朝鲜在哪呢 你瞧见没有 就在一片黑沉沉 就是夜沉沉的地方 就那片 你看这个灯火断桥处 那边夜沉沉的地方 就是朝鲜新一州 这像当年咱们从大陆过海关 看香港万家灯火 或者东德西德 一藏之隔 你说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他老让我看 看多了我就看出感情来了 你为什么感觉感情 就是想投奔吗 你觉得你在眺望着 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隔得也很近 所以我说到哪能看到 看不着 但是当地人就说 领我去吃饭 说你能见着 这朝鲜的女服务员 美女 这人家当地那小哥们还说了 说我告诉你 朝鲜的女孩 比那个韩国的 哪些个整容的 强得多了 照他们的发现 就是朝鲜女 说虽然是丙脸 但是他这个丙脸 有他的美 但是让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到一个餐厅去吃饭 他们那里的女服务员 你知道吗 是组织来的 不是什么私人打工 是有带队的 而且人家还学习 中午饭 晚上饭 这间下午干什么 就学习 还组织学习 而且我觉得让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 因为我觉得很稀奇 而且我就说我能不能给他照个像 真是害羞 不苟言笑 你知道吗 就是 你给人家带班的带头的 给人家说 我能不能给他照个像 说半天 他不给你照像 你就会觉得 这什么有纪律 还是害羞 他最后事实上是可以照 你知道吗 可以照 但是你可以看看 我跟朝鲜的女服务员 你看他这表情 他不会给你笑容的 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就是 哎呀 你就给人家做很多劝说工作 对对对对 对吧 在我的衬托下 他更美丽 你看到没有 真的 我还真的挺漂亮 对 就挺漂亮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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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是你能 就是你能感觉到 他很显然也有一种 代表国家形象 对对对 坚持 一种教育 就是我虽然在这里是餐厅服务员 可是我也不会说 多么对你低声下气 给你卖笑 或者是这些 他就绝对不会这么想 你这个倒让我想 因为我在北京的住处 就在朝鲜大使馆附近 所以呢 这附近呢 我就住了多年 听说有一家很有名的朝鲜馆子 叫海棠花 我还记得这馆子现在没有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听了很久 说你们家附近就是这个 而且说里面的女服务员都很漂亮 而且呢 说有特殊任务 那个时候呢 很多年前 那特殊任务员不是说什么色情服务啊 不是这意思 他那特殊任务员就意思 就是说都带着侦探人 我们搜集情报 还变成一种很漂亮的女特务 你想这吸引力 就很多人都就包括沈公 他们就跟我说都知道 你们家附近 应该一起去吃饭 后来我终于就是说去吃了一次 这个店面很小 服务员很多 就我就记得我看见的那天 就去吃个午饭 就有那么十万个 就在那晃着 你感觉有点社会主义那种 就是好像大家都都有饭碗啊 大家都在那吃饭 就都很多人服务 其实没有 那菜也不怎么样 说实话 很普通 我就记得什么一袍炒土豆 什么 蛮挺粗的那种饭 但是呢 确实你就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不一般 我也不知道是预设了这个什么 人呢 也都长得就是挺清秀 清秀 当然我后来一感觉就觉得奉出个儿来 我就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他肯定是挑选过培训过 都长得就比较标准化的感觉 都是那种样子 你知道 就是白白的静静的扁脸长的都是 我这说的 那是人家的一点 没听不秀 我跟你说 我听他们当地的人跟我讲 因为你可以是汉人开的饭馆 但是你说我需要就跟那边是组织行为 组织上咱们合作 那边就有带队的带一些女服务员过来在这里工作 他们当地人说 说这还都是那边的干部子女 就是一般人家的子女 来不了 来不了 这是好工作 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 出国服务 对 你像刚才跟我合影 我问他家在哪 他平壤的 而且到这来 严格管理 就是说可能出去的时候 得四五个人一起出去 你根本就不能够走太远 你不觉得这很熟悉吗 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觉得 你已经忘了 中国最早的运动队 体育运动员代表队出国 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有像差不多 就原来苏联也这样 你出了国都得集体行动 就是不能单独出门的 三四个 要不我说 这就是朝鲜 这就是朝鲜 就让我特别想起来 就是八十年代初期 那时候我去珠海的时候 珠海有一个项目 就坐上一个船 就围着澳门 那么来回着转 然后这就是澳门 这就是澳门 没错 这就是澳门 这个感觉差不多 没错 现在呢 珠海跟澳门之间的交通 就越来越方便了 很多在珠海工作的一些 包括干部 包括什么卖花的人 这个做生意的人 他们都有长期的跟澳门的通行证 就不需要临时办任何的手续 就可以干什么了 这朝鲜呢 你去过吗 这个建议 我没去过 我去过一次 1986年12月 是当时作为官方的代表团 过去的 那个 那个时候 据 我听我们的熟悉 朝鲜情况说 认为当时的朝鲜的经济状况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个文革之后啊 我听到过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说 那个意思就是中国呀 这政治运动 尤其是这个 尤其是这个 自己搞自己的阶级斗争啊 搞得太厉害了 甚至于说过这种话 就是你即使不搞改革开放 你像北朝鲜那样 但是人家的经济发展的 也还是不错的 那时候就说朝鲜的那个化迁 好像比中国还陷进 说朝鲜人穿的比中国人好 这我说的 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后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我有一个印象 咱们现在韩国烤肉不是特别有名吗 我在美国呀 我经常去韩国店吃那个 吃他那个这个烤肉BBQ 可是这个 我在真正的北朝鲜吃的最地的 他是把一块石头 他号称说烧到了八千度 这个我就 我也没法量 我也不敢拿手续试 但是那个石头是烧红了 搁在这 然后你吃这顿饭吧 你拿一盘肉 刚往那边 就爆烟 你赶紧拿下来 要不然待会就没了就 那是真实 那个什么酱油啊 葱啊 什么香菜啊 辣椒啊 就往这个肉上扔 没错 我怎么觉得吃的比那个 就那铁锅里的那个香啊 其实啊 这是一 假如物质条件充裕的话 这个朝鲜啊 比韩国也许更原汁原味 你知道吗 你他这他可能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假如 我没特别听明白你这意思 假如朝鲜的物质上丰富一点 对丰富的话 你比如就像这个王老说的 我在当地有往朝鲜跑的 这个那些中国人呢 他们就讲啊 说什么韩国菜啊 说实际上朝鲜烤肉 是吧 比这个南韩的还正宗 说是就等于 那意思就说 是因为他那个地理环境 你说他那个肉不一样呢 还是说 这是一个发展的悖论 你发展的推快了 他就保留不住 他那原汁原味 我问的就是这意思 你假如他就 他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他只要假如经济条件一上去 他马上商业化的东西 这种速成的东西 马上就来了 他原汁原味就没有了 恰恰因为他经济条件 所以你说这个 我就那天我拿这照片 我也给我这个朋友们看 我说你看 我说你看这个 人家朝鲜这个姑娘 我说我两百多年 没见过会害羞的姑娘 我说他还会害羞 我说现在咱还能见到会害羞 当然我也知道 就是咱不能说让女人那样 但是呢 就是说这姑娘会害臊 和姑娘不害臊 没有我特别同意 对吧 到底哪个好呢 我批范我批范 对我觉得还是会很少好一些 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朋友们他们也就会聊 他们说说这个 说这个假如一旦经济一开放 马上 搞资本主义 这个同样这姑娘 他马上他在物质上产生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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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 他就要用化妆品 他就要疯狂来形容 就要怎么样 这个你说这个我也有有感受 因为我去过一些西欧国家了 后来在86年87年的时候我去东欧 我去罗马尼亚在那个布加拉斯特 一下飞机 然后去旅馆的时候吧 正好是傍晚了 大概就是冬天呢 大概五六点钟 天已经开始黑了 然后我看见那个公共汽车 很多人在那等汽车 都树着高岭的天凉 十一月份 都是都那个 有的还戴着礼帽 让我一下子 我说我现在上法国呀 我想找那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头的那种 那种人物我找不到了 我说这儿有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高层建筑 晚上那个时候是晚上看电视啊 是黑白电视 乔赛斯库和叶莲娜乔赛斯库一出来 马上变成宰赛电视 然后这俩人镜头也没有 马上又变成黑白电视 这个罗马尼亚的事 咱们对人家的政治变革什么 咱们不必妄加评论 但是我就觉得反正这种景观吧 也是一决 没错没错 特殊的历史啊 造就历史阶段造就特殊的一种人 那这种人就有他的味道 是吧 你这个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他们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船 但是也挺正经的媒体都在报道 说是韩国那边发出来的消息 说朝鲜现在这个奖励 朝鲜姑娘和外国企业家呀 这个联姻你知道吗 有有你看有这说法吗 说这个想跟朝鲜女子结婚的企业家 需要预付30万人民币的定金 可以取得朝鲜方面的结婚许可 这个支付定金以后 可以跟这个朝鲜方面选拔 而且经过培训教育的朝鲜女子结婚 说结成庆家之后啊 朝鲜将通过他们向这些企业家提出投资建议 如果不能达成投资 朝鲜将对其征收100万美元的追加金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新闻呢 以咱们往往是这样的政策水平 和我的这个业务水平 基本可以判断 不是真的 基本可以判断 我还真看过这报道 有一个视频很短 他然后里边那些女的就是 可能能够招聘到 不是就是说能吸引到这种富老外的吧 都是载歌载舞的美女 还真是 而且非常年轻 你可以看看照片 这些载歌载舞的美女 你咱什么机会见到 世界杯的时候 朝鲜拉拉队 举世闻名啊 朝鲜拉拉队 据说你这么年轻漂亮吧 据说都是厅级干部 那家政策水平相当高 你再看下边 据说全围绕着这个正美乡 这是也算是朝鲜有点 什么花的这个对花的这个意思 你再看下边 拉拉队 你瞧 这是他们是代表他们朝鲜国家形象去的 所以说就在世界杯上 这个一出来啊 真是惊艳全世界 咱们去广告 先定定神 先定定神 广告 这块钱 嗯 传承牵引念造工艺 历尽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囊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看见朝鲜美女啊 这王老师还是功力深啊 身色很定精 我过了一看美女就晕过去 那个年龄 我刚才在这煎熬了 但我呢就是女的 所以我可能得说点刻薄话了吧 我就是说她确实是 也可以说是美女 但是我要说我就是这种标准化 一个是她真的长得 标准化 她都长得一样 再一个呢 真的我因为我见到过 生活中的朝鲜女孩和韩国女孩 我都见过 我们得承认她每个民族 是有她的骨骼特征的 你就像你刚才说 她是平脸 比如大脸 就蒙古女的也是这样 那么她选拔了以后 我注意到她一个 她很多是小脸 你发现没有 包括你刚才说那正美香 在那边小脸 然后就是那种骨的 在她们当中算小的 但是在咱们看起来 还是这个天庭饱满 第一个方圆 饱满是饱满的 比较小 因为其实镜头 它会让它变得更显大 它一定选拔的是偏小的 你的意思还是往国际 什么标准上找 对 我就觉得你 他自己 其实他选出来 代表国家形象的 还有一种西方化的 或者按这种白人的 这种标准 选的像小脸 选的那个更上相 王老师呢 不是 他这反正比较特殊 现在要谈到和朝鲜有关的事 我觉得 人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困境 就是他太国际政治化了 意识形态化了 因此你无法对朝鲜进行 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和这个国际政策 外交政策 甚至于核政策 之外的讨论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问题 它牵扯到一个文化的问题 牵扯到一个发展的问题 可是现在咱们对朝鲜 又无法进行这种考察 进行纯文化的考察 没有 但你说的那个呢 那个我听着什么具体 都追加一百万元呢 确实不像真 谁往这坑里跳 谁往这坑里跳 可是呢 它又让我联想到 联想到什么呢 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 初期八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流传出来很多 对越南的说法 就是说越南吧 起码就是说 它的这个色情行业 曾经比较活跃 我也听说过 一个关于古巴也是这样 说它古巴是 我不知道未经证实 让我听说有此一说 就是说它的色情行业 它没有什么红冬区 它的进女是合法的 所以他们也有对外的广告 就是招来外国游客 到我们这来 我们这就跟你去澳门赌博是合法一样 你到我们这来逛红冬区 就是是唐皇帧 香港当年有名的嘛 就是越南玫瑰 越南玫瑰就是指的美国大兵 在越南染上的性命 后来他们又跑到香港 就传就这个嘛 所以这种事都有 这个古巴这个 又让我联想起什么了 我这人爱联想 六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是甭说了 甭是令策的人物 但是那时候呢 就传说说周扬去访问过一次古巴 回来以后就讲古巴怎么烦 没怎么好 但是也讲到了一点 说古巴当然他有他的情况 跟咱们国家也不一样 比如说古巴照样搞玄美 这个中国人就觉得很奇怪 搞玄美这么富华堕落的事 是不是 这么资本主义的事 怎么古巴还搞 看来他在这男女问题上 是比较开放的 咱们还等到说人家越南古巴 甚至于现在是 或者说的朝鲜 那么有些外国人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 这个繁荣昌盛啊 也有各种说法 您说那昌是牛不较的 对 那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说法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说把它变成国家政策 这就觉得 我们觉得非常的 好笑 也觉得非常的难过 但如果说 它存在这种现象 也就是说 你肯定是反对 这个卖淫合法化 这个我 我这个问题 我今天不想 今天 这门套给人挖一颗 这是两个 你国贵 今天不讲 对对对 这是个重大问题 另行讨论 另行讨论 但是咱们还是这个 我给你看一段 就是在这个餐厅里 还能有这个韩国的 不是朝鲜的 人家的这个歌唱演员 给你唱歌 所以我觉得 因为隔绝和神秘啊 距离就能产生一种美感 美感 吸引了中国的时刻 他就在那 他就能看朝鲜的女活动员 听朝鲜人唱歌 吃饭 我看我们家附近 除了有朝鲜的 还有这样的 俄罗斯饭馆 都跳大腿舞 据说 就很漂亮的俄罗女 八九点以后 俄罗斯饭馆 现在很好笑 有俄罗斯跳大腿舞 不可笑 是俄罗斯饭馆 从南美雇的演员 在俄罗斯饭馆 跳大腿舞 那就是他们已经 又上一层楼了 而且说是 这个恰恰是 中国老头们 老头老太太们 到那要求听俄罗斯的 原来的歌曲 俄罗斯的那个岛爷 人家到那要求 看八题的大腿舞 这叫混搭紧歇 这个你得 我去过 因为那有一个 你也属于那老头之列 是吗 我属于老头之列 我希望他来唱什么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结果看了一把 古巴大腿舞 结果费了 变成了这个巴西 就古巴又是机关呀 所以你还是在这儿啊 听听这个朝鲜唱歌吧 对对对 来听一段 老师我们可以拿着 你先上饭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喜欢自身车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